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之前讲两个解释 就是对于别是三世门里面的那个总论事议 有四种移民事议还有旧礼教事议和福祥事议 还有第四个是福祥事议 那前面已经讲过两次的礼教事议 这就礼教事议 还有一个十一名事议讲过 那我们今天就是谈到的是因言事议 因言事议 那因言事议的话呢 也就是在这里讲的互相事议 那因言事议的这个名称呢 是在二地章里面所提的 所以我就把二地章在因言事议这边呢 我就把它提着跟大家谈 参考一下 好 这是二地章里面 它的因言事议里面是谈以真根属来谈的 真属意 所以后面中间有一段 这个中间就谈 我有把它省略掉 真属有爱身文解义 所以真属意属是真义 真属无爱菩萨 如果能够真的到真属无爱的话 这是菩萨的那个境界 菩萨的境界 那有爱的话是身文解 因为它走在空中 所以后来后面有一段 因为在我们书里面呢 他说 书里面所谈的 在九十六页 所言互相事议 中以篇为义 篇以中为义 所以然者中篇是一年之一 故说篇令物中 旧中令似篇 如今年说世帝令似第一一帝 所以说第一一帝令是世帝 所以这里我们这一个 这后面 他说经营所说的 义令众生生是第一一帝 说第一一帝令是 这个二第一里面有三分血液里面 这里边也有谈到 那这里所引的 所引的地方 是属于涅槃精所引出来的 涅槃精所引出来 那因为我们上次讲 在这种世帝的时候也有提到说 二第一章三分血液 其实他是有所不同 就是他的那个名称是有所不同 尤其是大圣弦论 所以这个互相事议 那在这里是互相事议 在三分血液 在三分血液是互相事议 在二第一章的话呢叫一年事议 那在大圣弦论 弦论里面呢就叫做 恒论显化 恒论显化 他是互相事议 也叫做一年事议 那其他的意思都是一样 那在我们这个书里面 他说忠以偏为义 偏以忠为义 那前面呢 前面所谈的 五方事议里面呢 忠以识 以正为义 那礼教事议里呢 是以忠以不忠 忠以不忠为义 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 忠以偏为义 到下一个的 到那个五方事议的情形 以色为义 以心为义 那五方事议他是没有 规定说怎么样的情形来谈的 那在我们这一个 就是互相事议的这个 忠以偏为义 偏以忠为义 就是对忠 忠跟偏呢 他是一种对待而成立的 那忠是对偏而讲的 那所以是忠对偏而说的 那换句话讲的时候 对偏来讲的就是说忠 那偏是对忠而的 所以说在有忠 因为有忠所以说偏 那因为有忠 有说偏 所以有偏就说忠 所以忠跟偏的话 他是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一个互相也是一个因缘的 就是互相的事议的情形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刚刚讲他是一个这种因缘 他是用对一方面 所以没有偏呢忠也不能成立 那没有偏的话忠是不能成立 那没有忠的话呢 一个是没有偏忠不能成立 那换句话讲没有忠的话忠也不能成立 所以忠跟偏是互为因缘 这是互为因缘的 那以捏盘经来谈的话 这是这里所讲的 这是捏盘经的情形 这捏盘经是在这边的情形 他是荒汉坪里面所谈的 这是世尊所谈的 一切四地若以如来也是四地一地 这是捏盘经所引出来 四地在如来来说的话 它也是第一地 那因为什么 因为环污 环污左有左五的这种情形之下 所以对于第一地 他也没有办法了解 那如来是没有分别 所以一切四地对如来说 他也是第一地 只是因为众生故所以有分别 所以诸我世尊为第一地 为第一地说四地 那目的是 让众生得第一地 得第一地 所以前面这里所讲的 就是说 义印众生生是第一地 世故如来先说四地 这两个对照的看的话 本来是要去印那个 把这个印出来给你们 那因为我不会用 所以就没有办法 那等下一个节度如果会的话 我再把它印出来 再分享给大家 他这里说 经是大波能捏盘经 所以两个把它对照看 因为说世尊为第一地说四地 那是为了让众生能够了解第一地 若使众生不得如是第一 或诸侯众部先说四地 所以这里所讲的 就是一令众生生是第一地 世故如来先说四地 既说四地令是第一地 折书为真 明真为书亦也 书弟既然 亦亦亦 所以这里二地 二地章呢 它是以 二地章这边呢 它是以真跟书来谈的 那我们的三地弦义这边呢 是以中根篇来说 所以其实如果说了解到这一段 这边呢就了解 它两个是互为对立的情形之下 相待而成立的 有这一个那就有这一个 有篇就有中 所以一样 所以正以属为义 这是这边以中以篇为义 正以属为义 所以说如果中篇有爱的话呢 那这是属于神文的境界 那中篇无爱的话呢 这是真实无爱的话 那是菩萨的境界 那这是第一个 这一个在 《阴眼事业》里面所谈的 《阴眼事业》里面 所以所谈的就是为了 为了要我们能够了解到第一异地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无方事业》 《无方事业》 那《无方事》的话呢 是第四个《无方事业》 那先谈到这个地方 因为底下就谈到四种中的部分 谈四种 就是他在讲到中有多少个问 所以后面他问中有多少 他既称为中 则会多会义 谁义对言得说多义 《无方事业》里面终以色为意 那这个色呢 是属于就是物质性的 就是我们常所看的 就是我们所看得到的一些物质性的 包括我们 言而必舍声音的这种五根 然后对外在的五境 这是属于色 换句话讲 一切的这种色法 一切的这种色法 那二帝章 在二帝章 所以二帝章 他对于《无方事业》的解释 里面他提到说 民俗以一切法为意 这是俗地的这一个事 有的话一切法为意 人是俗意 住是俗意 生死是俗意 捏盆是俗意 无方无碍故 故一切法皆是俗意 一切法皆是俗意 那这是二帝章里面所谈的 然后在后面还有一段 他说 华言何以一念无量解 无量解一念 体道故如此何者 一念即是道 无量解一事道 故无量解即一念何以故 无碍道故 体无碍道故 得无碍用 得无碍用 所以一念无量解 无量解一念 无量解一念 回一念 一念无量解回 无量解 回一念 回无量解 而一念无量解中 此中横竖无碍俱足 君以一中解无量 无量中解一 这是经里面 那也就是这一个 在法源经的如来光明解品里面 他有提到 一中解无量 无量中解一的 就是指以这一个 那辗转生灰 始至走无所谓 这是这两个 刚刚这里讲的 这是二地义里面 对以无方式的这种解释 一切法 就是俗地 有的这些是一切法 那所以人是俗的 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所以是属于物质性的 是属于物质性的 那在我们的书里面 那因为二地义所解释的是 刚刚所讲 所以我们今天所解释的这种 中的义事也是这样 因为上面所讲的 就是二地义这里所讲的 是中 因为它是讲说 一书 那我们这里用这一个 把解释中的这一地方 这书里面是中以色为义 那色包含的就是 这里所讲的 俗的义事 所以是人 是住 是生死 这些的话 都是属于这种 中的义事方面的 人是中 住是中义 色是中义 相是中义 无方位无限量 言通无外 所以一切法 之皆是中道 一解无量 以色为中 中以心为义事故 所以华严经里面 那我们所讲的这个 这个华严经 二地乡里面有基督 华严经里面所讲的 一量无量节 无量节一量 提到这些种种的和谊 故梦 无量节为一量 一量无量节 终会一量无量节 一量无量节 这是就是在无量 在这个一里面呢 就是华严里面最甚深的 一具无量 无量节一 一极多 多极一的这种思想的存在 这无方式里面就是在讲这一个地方 在讲这一个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这一个示意里面 其实示意里面 他也有提到 在二五八页 二五八页的这一本书里面呢 他有提到说 色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感觉 感官所感知的物质方面 那所以借尤部有五位七十五五法 跟尤士的五位百法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色法的部分 所以他后面讲 包括五根 五镜 五表色 不显的这种色法 就是我们所讲五表色 那因为 刚刚手提的 就是在这一个 中 华严金手提的油量中 那因为前面所讲的这一个 中以色为意 中以心为意 那后面所讲的 故一法得以一切法为意 一切法得以一法为意 这些每一 就是在这里所讲 因为我们在经文里 在书里面都知道 这是从 就是佛家里面所讲的 就是每一种事物 每一种法 他都是这种 没有自信 是信空的 所以一切法 是没有自信 也是信空 所以一法跟一切法 同样是相同的 所以这里所讲一级一切 一切一切 就是多级一 一级多的 这种相互的情形 所以后面才讲一约 一念无量节 无量节 一念无量节 一念灰 一念 一念无量节 灰无量节 灰一念灰无量节 一念无量节 这是一句组的这种无量 这种情形 这是属于无方 无方式的 所以以设法来谈的 以设法来谈 好 这是属于无方式的部分 好 那我们再下来呢 就是所谈的 就是他说 就问说 中有几种 中有几种大 既称为中 则非多非一 谁亦对人得说多一 那他这里所谈的 就是因为 以这种中来谈的话 以中这个字意义来讲 以他的提醒来讲的话 是属于无 无名无相 那真的讲到这个中的话 是属常常讲的 云旺律 绝的 没有办法用语言 诗律 这些来谈的 所以 他说讲说 中的 这天的情形是 非一 非多的 所以 随意对人说 所以说 说一的话呢 那 可以也说 也可以说多 那这里就谈到 就有 有 有很多 有一中二中三中四中 乃至无量的中大 所以说 得 随意对人得说多一 那多 多的话就有二中三中四中 乃至无量的这个中 那一的话就是只有一中 所以底下呢 他就解释说 这里就谈到有四中 四中情形 这谈到四中 所言一中者一道亲 一道亲近共无二道 一道者即一中道 一道者就是一中道 那这一个一道一亲近的话呢 那就是属于 就是在 就是在华元经里面 他有提到的情形 那 这个 我 就是我另外从 头一面这边是从 大圣学路里面 他在解释中的 这个 有的情形之下 那因为 我们在谈到这个中 这个三中的这个部分呢 在显正章里面 其实已经有谈到的 已经有谈了 谈过了 那这个一中里面所讲的 就是一道有亲近 更无二道 所以如果说把它用那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一时中 也就是不二法门 当然不二法门跟 跟那个 这个以中这个来谈的话 是有他的那个意义的存在 就是这两个 到底是哪一个 这个 中也是不二 那不二也是中 中 那也是一 所以不二 我因为谈到这一中的话 这里所讲的是一中 那如果是 所以维某几经里面这个不二法门的话 其实它是比更比较深入一点 更难谈的 可是 那个 吉道大师 他的思想 他还不是这样子 能够讲到说 不二法门比较深的情形 但是另外的一个情形 所以化验经里面提到的 化验经里面说 文书法常耳 法王唯一法 一切无畏人 一道出生时 那这个一道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中道 如果能够了解的这个一道 这个就是属于中道这个道理的话 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真理只有一个 也就是我们只讲到一真的这个中道的道理 那这个是属于神论中他的思想 认为说中道思想是永恒不变的 那本来就有的 这个是他认为的 所以他才会认为说是这种一时中道 那这里这种法王的话就是 如果是指以人来讲的话呢 那就是指世尊 那以法来讲的话 那指的是主于中道思想 所以因为中道思想的这种法 中道的一切法当中呢 是最上最无神 最上没有其他的可以比他是最深的 所以称为法王 那只有一个 那一个是什么 就是中道思想这一个 所以以法王来谈他所提的 那这个是上面是文书树立问普贤 对不起 问那个显守菩萨 一切诸佛 唯一生得出生死 因何境界一切活差 世事不同 所谓世界众生说法教化 寿命光明神力重慰 对 那因为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些 他都说有这些事都不同 无有不具一切佛法 而能成就无上福体 所以有这么多 可是他说这些 这个法呢是这样子 可是真正的话呢是只有一个 是属于中道思想的一个法而已 那我们在之前还谈到说 诸佛菩萨其他的种种功德 那都是相相同的 活活到同的 可是依宴力就有所不同 每一尊佛 每一尊佛有他的那种宴力 所以依佛的焉力就有所不同 依报真报就有所不同 这是属于一中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 我把我们的书这里呢 就提出来 生物仙力里面 就是我们这一段 在现在谈的这一段 我们来变 用成这样子一个情绪 中有多少 那既称为中 则非多非亦 随意对言 得说多跟亦 所以他讲到 所谓一中 一道清一共和道 一道即一中道 那就是我们书里面 这里说 所谓二中四 曰二帝便中 这是以四帝跟 就是俗帝跟真帝来谈的 来辨明这个中 就是中道实相 或者 那在以前面的写那个 弦正章里面 他不讲中 他讲正 他讲正 所以他 这个里面 这里就有谈到 那这里是用正的 所以他二中是以 世俗帝跟真帝来谈 来辨明中道 那世俗帝的话是属于用 那真帝是他的体性的 体性的这个中道实相 所以这个是以体来讲 这个是教化的作用 所以四帝是属于方便 他是要教化众生 所以他是在用的方便 这是属于二中 所以在书里面呢 一二帝变中为四帝中 还有真帝中 以四帝不偏故名为中 真帝不偏名为真帝中 那这边 我这里 我就没有把它写上去 他是以二帝来变中 所以他有四帝的中 跟真帝的中 那四帝的话呢 他是不偏 因为这里所讲到 中 他也不偏 不偏 所以名为中 那真帝也不偏 所以名为真帝中 就是为什么称中 他是不偏的 他是不偏 所以也真属二帝来明中的话 那谈属的话呢 是真之属 所以这里所谈的 这一二帝的话呢 是真跟属 真跟属 如果谈属的话 是真 讲真的这个属 那说真的话 是属之真 这真跟属呢 二帝隆通 那是无偏爱的 当体当下是属于中 当下是属于中的部分 那这个 这两个二中 四帝中 这里所讲的四帝中 是属于用中 那来谈的话 就是 真帝的这个理呢 理 他是 就是这个表 是 那个真帝理的实话 这个表达 他主要是为 教化众生为目的 所以是属于用的部分 那他教化众生的目的 那是把真帝的 这个理呢 应用在俗地的用上面 所以这是属于前巧的用 也就是属于 刚刚我讲的属于方便的 那真帝中的这个体中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 灰真灰属的中道实相 他的本体 那本体是不可以言论 不可思 不可意 不编不起的 所以这是属于 属于体 为中 他是名为中 所以叫 是体中 他的体是 不可以言论 不可思意 不编布于他 所以他是属于中 这是这两个 两个来谈 四地中跟真帝中的部分 四地中跟真帝中 好 那再下一个 这一个第三个的话 所言的这个三中的 第三个 他说二地中即会 真魂属中 那后面我是把他为破 或有无间 那我们看课文里面 其实它很短 所言三中者二地中即 非真灰属中 非真灰属中 我这里所讲二地 那这边所讲的这个三中 二地中 前面的这个二地 世俗地跟真帝的中道 所以讲到这个三个中 那还有一个就是 非真灰属的和 那个和道 就是和明中 中道 二地中道 这个就是属于二地的中道 这四地中道跟真帝中道 然后跟非真灰属的和明中道 和明中道 那这一个呢 是属于三文中 他们在谈的 那这这一个三个呢 这一个三个中道呢 跟前面所讲的 就是这一个的 他体 就是我这里所讲的 用跟体的中的话呢 那 就是我们再把它改变一下 这两个变成是用中 也就是这个二地中 然后非真灰属的话呢 就是属于体中 所以二地中道的话 这个是是地中跟真地中道 是地中道跟真地中道的话 它是用中 这被前巧化辨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谈到 这个谈的就是 它是层层的 层层的去把它否定 否定 否定的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那谈到这个是中的话 是中的话就是 他说文里面说 对篇中 敬篇中 结代中 陈甲中 陈甲中 那好 对篇中的话呢 是在文里面 对篇中的对大小学人断肠偏僻 事故说对篇中 吴亮宗 是吴亮宗 他只谈到第四个而已 所以要一个一个把它去 去把它 这个只是三论中的 吉障大师的思想而已 那因为我们上他的三论协议 其实我们就是要讲他这些东西 那事实上 就像我常常讲的 你如果看经典 你有不懂的话 那你去看论 结果你看论呢 你越看越不懂 那这时候导不如不要看 你就回过头来 你去思考经中的毅理 那 为什么三上十二部经 为什么会变成经典是只有那么少 到后来那个论呢 就 一部经典就要十几种的情形 那越写越多 就越搞越杂 那越来就越不懂 好 我们先把这边看过 九十七页 他说 导书第五行 对偏忠者对大小学人断肠偏病 事故说对偏忠 近偏忠者大小学人 有余断肠偏病 则不成忠 偏病若静 则明为忠 事故经营 众生起见 还有二种 一断二常 如是二见 不明忠道 无常无断 乃明忠道 故名近偏忠也 接待忠者 本对偏病 事故有忠 偏病祭 忠义不利 非忠非偏 为出处众生 强明为忠 未接待忠 故此论也淫 这个此论是忠论 不是这一本三论嫌疑 是忠论 忠论 忠 若无有始忠 忠当银何勇 今亦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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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今是大吉今 远离二边 不着忠道 及其事也 就接待忠的 那底下呢就解释 承甲忠 再讲承甲忠 承甲忠者有无为假 非有非无为忠 由非有非无 故说有无 故说有无 那这个就是有点像刚刚讲说 因为第一地所以说是地 魏令是第一地所以说是地 所以这里的有无呢 就是我们把它看成是地 如此之中 为臣以甲 为臣以甲 故为臣甲忠 臣以甲 就是从甲 然后 来了解非有非无 所以从是地去了解 真地 所以然 者良由正道为臣 有无为化众生 假说有无故 以非有非无 为中 有无为假 我就是刚刚所讲 好 好到这个地方 因为底下又更复杂 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上到那么丢 丹妇淑蜜横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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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在大圣玄义里面谈到的 大圣玄义里面所谈的部分 好那刚刚讲到就是这个世中的这个部分 对篇中进篇中 那麻烦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上卷的部分 在47月 对 就是在这是谈到就是前面已经讲了 那后面这个地方谈到的是 世中中义的时候呢 那世中中义呢 他所讲的是 对篇 进篇 结代还有一个成甲 那对篇 进篇 结代还有一个成甲 就是 去几月 去去几月 就 46月 46月的最后那个地方 那 那我们所讲的世中的话 就是对篇 进篇 结代还有一个成甲 除了成甲之外呢 前面对篇 进篇 结代的这三个呢 在显证 就是上卷的这个显证章里面 已经有谈过的 已经有谈过 那我们看一看 46月的最后一行 因为他前面是有谈到说 立二种症 就是 就是 谈到说要远离二边的情形 远离二边为症 那远离二边为症的话 就有体症跟用症 体症跟用症 那这个用症的就 谈到的用症的话呢 那是在讲到说 相莫顿跟众生多偏邪 所以是以菩萨出世 匡正昏法 所以这个就是在用的方面 那既然都了解到用症 也知道活教的 也到正法的情形 所以便悟了正理 那就有体悟到这个体症 所以他讲到这两个 一个是用症 一个是体症 那体症跟用症 所以他就讲到症有多 有三种 第一是 偏 就是对偏病 对偏病 这是目之为症 明对偏症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是讲是对偏 症的话是对偏来说的 那这里所讲的就是 这个偏是什么 就是属于断肠的这种 这种 执着在断肩跟肠肩的 两种偏见当中 那针对这个 那去把它导症过来 所显示的这个道理 所以是对偏症 那静静一偏的话呢 就是静偏症 静偏症 静静一偏 就是把断肠两个症 就是断肩跟肠肩的 这两种偏见 都把它断肩了 断了之后 就显示清静了 所以偏就没了 偏就没了 断肠两个就是 就没了 这两个静就消除掉 所以这个是静偏 把静的这个偏 那个偏静消除断静的 的这个症 所以是静偏症 那偏并去 去 正义不留 非偏 非正 不知何异 每次强 叹为正 未 解怠症 所以这个解怠症的话 前面所讲的 断肩 断肩跟常见 两个错误的见解呢 都已经去除了 那既然偏 去掉了 断掉了 那么这个症呢 也不需要留 也不需要留 所以断静之后 这个接怠症 是不止 他是不执着的 所以妄言皆相的 这个元律季节的 这也就是属于接怠症 属于接怠症 从这个地方呢 就发生体症 其实这里也有提到 讲道 说可以从后面 再继续看下去的话 那也就在讲道说 讲中 不用谈观 不用谈论 的意思 在这里也有 因为他说 在正既然 那观论逸而 就是在正既然 观论逸而 所以就不用去谈了 因于体症 正花生正观 名为体观 借恶地用 生恶地观 名为用观 观聚恶也 观便于心 为众生故 如实缩体 名为体论 观是便于心 论是 花字以口的 说以用 这是这里已经有谈到的 所以这边是 就是说从这个地方 那我们谈到 麻烦你再把它 翻回来97页 前面这个地方 它是用正 用正这个字 那后面呢 在97页的 谈到这个中 页后面97页呢 它有总 就是总是三字 就正中 中关路 这个三个 然后别是 三字门的部分 这是别是 中论的这个名题 门里面 都有的部分 那这边呢 所谈到的是 四个中的部分 那他提到的是 对篇中 近篇中 结代中 还有一个成甲中 还有一个成甲中 所以这里是 把这四个 都提出来的 那在我们 我们的这一个 课文里面 对篇中是 对大小学人断肠偏病 事故说对篇中 那刚刚讲到对篇症 一样对大小学人断肠 就是属于直轴断肩 跟常见的这一个 去把它去除掉 那我把 因为他书里面有提到说 中论叙述里面 他有谈到 那我把那个吉章大师 所写的这个 所做的中论叙述 那 其实这个中论叙述 现在的这一段文 后面的 我从这里把它 这一个到 其实这是 讲到先讲到三个中的部分 那这边也有 结代中的 那等一下一个一个跟大家谈到 这次是谈到四种中的部分 其实这个大家之前都已经谈过的 那我们先看这里 就是我把吉章大师 他的那个思想方面 所提出来的 这些他的中论 就是注解中论的 他这些呢 只是在他的序文里面 他他的中论输了序 非常的长 大概 我们的藏经可能有四五个配级之多 只是讲到他的那个序 所以这里面呢 这些 我今天所所引用出来的 这一点这一个三个 他讲到三个中道这个的情形呢 那其实都是在他的这个序 序里面 都是在他的序里面 这是你看 这里也是禁篇中 这是结代中 结代中里面 那他结代中呢 是用捏盘来 来辟语的 这是在中论序里面 他对这个 这里所谈的 那我们课本里面呢 他就是说 也是在谈这个 这个对篇中 对大小学人 断肠偏病 事故说对篇中 所以 这里就已经在中论序里面提到了 就是说 对断肠之偏 明中 这是对篇中 那是以所前之力 对破偏病 故名为中 所前之力 这是对所前之力 那这边呢 我又有用一个另外呢 是对以所 这里是能全之教的 之教的情形呢 那他又有另外的一个说法 这是谈到的是四种中的情势 是以能 就是以能全的这个情形 去把它区分的 去把它区分 那以这个 他这里说 对中进行两种 从能全的角度 一个是三中所说 能全教 那一个是四中说法 那在三中之后 加一个成甲中 加一个成甲中 所以你看 他的这个 一下子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四种说的情形 那四种说 这个之前呢 在 就是我们在三中中的那个通识里面呢 这里也曾经有业劣的谈了一下子 那这我们先看这里的 就是基障大师的那个中论西书里面 他说所前之中 有三种中道 四力中道 还有真力中道 真灰属的中道 那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所谈的 就是我们刚刚这里所讲的 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 三中的这个思想 三中的那个思想 那另外一个 四中的话是能全的 好 那中有三 如果能够 就是从能全的 以无教不收 无礼不收 就是这一个谈 从这个四力中道 还有真力中道 灰真灰属的这个中道 来谈论 都谈的话呢 那么 所有的道理呢 全部都设在这三个中道里面当中 所以他说中道有三 一个是对断肠的偏明中 从断肠之偏 然后来了解这个中 就是对边病 对的情形 就跟他说讲的 那这个是大小邪人 大小邪者 那 靖篇中的话呢 他是在中 就立于中 名 易靖篇 所以名为靖篇中 是喜靖断肠 断肾跟肠肾 那 这个 这里没有了呢 那 就是把这两个去除掉了 把这两个去除掉 所以 他就 中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 这是属于靖篇的部分 所以 今里面 终身起见还有恶中 一断恶常 无常无断 乃明为中道 这是靖篇中的部分 那 那 接代中的话呢 他又有一个例子 他指出的是 就是 一者如涅槃隐 有 有大 涅槃跟小涅槃 所以从涅槃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一个是大涅槃 一个小涅槃 那 可是这里讲的是 是接代 所以这里持接代 涅槃 不可说起有苦乐 不知何以美之 强明为了 乃称达了 方是接代了 所以 以 从这里 从这里来谈的话 中意意 如是 就是说 这一个 中都已经 就是 篇都已经 灭了 那 篇 篇都没了 篇病都没了 那 中也不需要有 中也不需要有 可是 要了解 所以 要了 不知道要怎么去把他 去称他 所以把他强明 强明为了 来称达了 这是属于 结的 所以他是用这一个 涅槃的那个 那个境界 来谈到这个 中 结代中 那 那这是他在 以 这一个 中 中论的 序 序里面 所谈的 那 以 以这个 四种中来谈的话 是从 能全 教 能全之教的 的 角度里面 对中进行 两种 区分 一个是三中 就是刚刚讲的 对篇 近篇 那 这跟破写所选的 三种正是 对应的 就是我们刚刚 跟大家看的 在选真篇里面的 所谈的 那另外一个来谈的是 属于四中 所以 对篇 近篇 接代的 这个三个之后 加一个 成甲中 加成甲中 好 那后面我们就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刚刚谈到 这个是从能全的角度来看 那对篇中的话 是对断场的这篇 然后来明中 那这里所前的离的话 就是属于这个中的意思 对破篇并顾名为中 那能够论 那能够论出来的话 那就是 是属于那个 他的毅理方面 你知道 针对 所以 以课文上来谈的 他说 他说 近篇中 对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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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小圣的这种常见跟断见的执着篇子 对篇中 对字 就是大小圣的这种常见跟断见的执着篇子 就是后面而来谈的 来说的 所以这是属于对篇中的部分 那近篇中的话 是指篇子除掉了 近篇中 近篇中的这个地方是 他是断场除掉了 那这个偏偏落尽就名为中 偏偏 名为中 那这个一样他这里有讲 那用中 就是所写的用中来表达 立中名 立这个中的名是要近篇的这个名 顾名叫近篇中 是喜近段常故强名为中 虽近一篇而有一中 这是近篇中 这是前面这两个 那另外 那结代中的部分呢 他不是偏也不是中 这是不对的 用一个中的名想来表达 那这个又提到说 结代中的 他是本来是对偏病而言 所以有种偏病基础 中医不利也要去掉 那可是为了出出众生 就是想要出离六道轮回 出离六道轮回 去入到涅槃境界的这些众生 来说的话呢 那必须要给 要让他们了解 所以按理一个名字 想你们为中 这是属于结代中 那刚刚我们讲到说 基障答案是以大波捏盘经 就是在他的那个中论的序 中论的序 中论术的序里面呢 他有提到的 基障以大波捏盘经的 小捏盘跟大捏盘 还有结代捏盘粒子 把它区分了两种 小捏盘跟大捏盘都是属于结代的 那这种结代呢 还是有对待的 小捏盘是针对苦乐而说 那大捏盘是针对绝苦乐而说的 那结代捏盘是不以苦乐为对待 结代捏盘不以苦乐为对待 那不知何以成 勉强称其为捏盘 勉强称其而捏盘 所以基障之后是所谓的结代 就是如同结代捏盘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来谈忠意义 牺牲劫持意 这是属于结代忠这个部分 所以结代忠的 那另外一个陈甲忠 另外一个是属于陈甲忠的部分 所以陈甲忠的话呢 那就是从前面三个之后呢 那又成立了一个 又成立了一个 那陈甲 陈甲忠以挥有挥无之中 显示有无之甲 显示有无挥之甲 那甲有甲无以中来体现 陈甲忠有无为甲 挥有挥无为中 有挥有挥无 故说有无如此之中 曾以甲为陈甲忠 理无有无之别 笑什么话众生而说有无 有无是甲挥有挥无是中 就是在陈甲忠这里所谈的 因为在这个陈甲忠的时候 谈到的当中 他这里说就说谈的 有无是甲 就是有无是一个甲名 那挥有挥无呢 是一个中道 那是为了要说明会有挥无的话呢 就是要说明会有挥无的这个意思 所以才说有无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 就是成立 就是为了要有这个甲名的情形 有无的这个甲名了 所以他才称为陈甲忠 他才称为陈甲忠 成立在这个甲名的这个中道 成立甲名的中道 那为什么 就是说就是有中道呢 本来就是本 就是中道本来就是没有有也没有无 那为了教化众生 所以才说有跟无 才说有跟无 所以 所以 以有无是为甲名 所以以挥有跟无是为中 那有跟无是为甲名 甲名的话 那在成甲忠当中呢 就有丹库书命横数的这些含义的存在 既如中假义说 那这个既如中假义说呢 我可以看这一本 我们可以看那个 这一本示意里面呢 他就有提到的 既如中假义 他说 即将大师呢 他所著的大僧贤论的 见一见二见不 都有讲那单负 那还有书命 还有横数的这些道理 那这些主要老天老师在讲中道跟假义 所以称为既如中假义 既如中假义所谈的 就是 这个中假义 就是大僧贤论里面所提到出来的 那 如所有为甲 亏有为丹中 那有无为书假 亏有为为书中 有无为书假 亏有为书中 有无为书假 亏有为书中 亏有为密假 有不有为密中 书即同恒 密其是书 那这一所谈的就是在我们课文 九十八月这里提到的 陈甲中的这一段 他说陈甲中 亏有为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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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有为书中亏 那这一个地方呢 那因为 回去呢 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周末三论中通识》里面 那我把它叫出来给大家再看一下 好 这也是这一段 这一本书的283页 这一本 好像你们都有印吗 那他里面有单句互句的这些说明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他说这是吉大大师呢 在阐述二地的中道 二地的中道意义的时候呢 从这个从三个层面来讨论 担负问题 只有二地的中道 始终有三地 丹义论丹库 那库义论丹库 还有一个是二地论丹库 那在我们 所以我们这样 这个夜盼也可能越会 越会迷符 那这个人回去呢 自己看一下 自己把这一本书提出来 来看一下 那第二 我从我这边的那个书呢 跟大家谈一下 因为前面 就是说在开始前面那个 谈到就是世董忠义的 就是世董忠的这个 开始的时候提到说 忠呢是无名无相 是耶皮信来说的无名无相 那延望立结 所以说灰一灰多的 那随眼立一的话 可是说一多 也不是一也不是多 可是随眼立一 那把它说一个或者是多种 说一或说多种 多种 那因为这种中道实相的这种道理 它是绝对 所以是无名无相的 它的这种体系 那虽眼立一说多 所以是延望立结无名无相 一个体系来讲 是延望立结是无名无相的 那可是为了要教化众生 在这个无名相的这个当中呢 那强明说中 强明说中道 所以 所以我们这部之前谈到的说中是实 那中是实义 所以中呢 又从这个对中来说讲 来说谈到这个讲 所以是借着讲来显中道实相的道理 那借着讲 所以说后来又谈到 会有会无为中道 那有无为讲明 所以这一个所成立的这个 就是属于我们现在讲到成教中的 这一个意思 从假的这个 从假的这个当中 从有无的这个假的当中呢 去了解到中道 去了解到中道 那这个就好像说从四地 四地当中去了解 去认识第一地 所以成教中里面有 单、腹、疏、密、横数 种种的这些 那因为这也是在 因为在这里提到的 既如中假论里面提到的 其实在大圣贤论 大圣贤论他在四二地 二地的这种中假的这个意义里面当中呢 就有谈到这个单、腹、中、假、宿命的这个意义的 所以单、腹跟中这些 这些跟中假 那比如说只有我们这样所讲的 只说有不说无 无要不要写一半讲就好了 要吗 就只有讲只有说有不说无 那这个是属于单讲 那反过来讲的话呢 那只有说只有说无 那不说有也是单讲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的单是单 就是单、腹、中 他就是在成教中里面有单、腹、疏、密、横数 那这个陈玉在成教中里面所谈的这个讲字 就我们讲到有跟无的部分 所以谈有、谈无 单单谈一个都是属于单的部分 所以是单讲 那如果是双说有无 那就是副讲 有跟无同时都谈出来 因为两个都讲 那可是这个是讲明的部分 所以是属于护讲 那中也是这样子 单单只有说一个中 只说一个挥有 那就是一个单中 那如果是讲挥无也是单中 那如果是讲挥有挥无 这是属于护中 两个同时讲 所以这个是属于 从单户来谈 所以书密 再换句话来讲 谈到这个书跟密的部分 这个书跟密或者是横跟竖 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子 所以以有无两字合起来的话呢 那说中夹是树中或树夹 那对一个有单说一个无的了解的话 是密中跟密夹 就单单说一个 好 所以我先说的这个地方呢 他自己的 他就说证明当户的内容 自己设到单甲单中 互甲互中的含义 如果都偏说甲有不说无是单甲 偏说甲民 偏说甲无不说有也是单甲 偏说有挥有是单中 偏说挥无的话也是单中 双说甲有甲无是副甲 双说挥有挥无是副中 这是单复的这一个情形 这是属于单复的情形 那这个是在书里面 让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那所以说谈到这个地方 中也是这样子 说挥有挥无这是属于书的部分 那若说挥有挥不有 它是中道是一个密 或是也有无两字来说的话 是书 那只有单单说一个字的话是密 是密的部分 所以必须要先了解 单复书密 所以复的话呢 就是属于书有乌 两个字都说的 那单单就一个字的话是属于密 那密的话呢 是书密就是书 那书的话呢 就是恒 书的话就是恒 从那个书里面呢 在我们九十八页里面 单复书密横数 密 密 书的话呢 就是 以这个书的情形来对待的 刚刚已经提到 所以 丹户中 以这种书中里面 书跟密也是这种情形 以有无来讲 单一个字或单说一个无来明这个中讲 是一个密中密讲的情形 所以说 也有无两个字 乃书是书 但一个字的话是密 那密是书 所以从课文里面这边 尼玛拉队 密是书 那书是恒 书是恒的情形 其实他这里还有讲到 只是讲到一个是 以比较密的 密的话是属于书的 那恒的话是属于书 所以如果说以恒来讲的话呢 他是讲的比较广一点的 就是以我们讲到那个恒的意思比较广 那密的话呢 是讲得比较深 是所以是恒 这个是他在讲这个 丹、五、酷、疏、密、横、数 从这六个 这六个字 单单是只有在乘甲中 只有在乘甲中里面才有谈到 其他就不说 只有在这个乘甲中里面 就是因为从甲来成就的 从这个甲名来谈 那在这个甲名当中呢 他有去谈到 单单几个米 米一个 就从甲跟中里面单单去谈 他也有单单单一个字 那或者是两个字一起谈 所以就构成有 有单户疏密横数的这种情形 那这个是比较缓甲的部分 比较缓甲 比较缓甲了 所以在我们课本里面 就说 成甲中有单户疏密横数 等于记录中甲义说 所以中甲义就是在大圣弦论里面 他谈到这个中甲义离的时候呢 那有这几个情形 所以后面记得说 如说有为丹甲 如说有为丹 那后面他有一个乌 乌亦亦二 所以如果丹说一个乌 那就属于丹甲 辉有为丹中 辉有不是偏在 不是偏了 所以它是属于中的部分 他只有谈辉有 所以是一个丹中 那无义呢 就是辉无也是一个丹中 也是一个丹中 那有无为乎甲 所以他是在从丹跟乎里面先谈 第一个是有跟无个别谈是丹 那有无同时谈起来的话 这是属于乎甲 辉有辉无为乎中 那谈辉有或者是辉 个别的谈辉有跟辉无的话 是属于丹中 那辉有辉无同时谈是属于乎中 所以有无为书甲 有无为乎甲 那辉有辉无为乎中 不有有 不有有 所以又是在进一层了 没有有的这个有 不有有 这也不是有的 不是有 而说有是密甲 而说有是密甲 不是有 这个不有有为密甲 不是有 而说有的是密甲 那有不有为密甲 那有不有为密甲 本来是假有的 可是去马拉说 不是有的 这是属于密甲 所以宿其实是横 宿就是横 那密就是宿 我把这个地方 用这个方式想讲 因为我们大圣弦路没有去上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谈到说 丹乎宿密 横宿 所以我特别去找出 这个三分钟的通识里面 他有谈到的这一个 丹乎的这个句子里面 里面的 我把它调出来 让大家了解 大家去看 那其实他在这里讲到说 一部密出入义 基本的表述跟丹义中复的出入义制 也是从丹甲入丹中等 有这种情形 夫一之丹 那从丹到户呢 那吉障有层次的深化 那他有这些层次的深化 这些我们先都补看 我现在是让大家看到这一个 最后一个 你看他这边他有提到 这一个程序大物的明出入的分析 就分真、熟、真、实、角落 三种复杂的情形 那他有取句子 就是这些取句子就是 会有、会不有、有有、不有这些的情形 主要是我要让大家看到这一段 他说从上面这些 只要有这种分析的复杂性 来论中有丹中、附中 还有附丹中、附附中 那这里我们就没有去谈到那么多了 那论甲呢 一个是论中、一个是论甲 有丹甲、附甲 刚刚已经有谈了 单单谈一个有或者谈一个无的话 是谈是丹甲 那有无同时谈的话是附甲 附甲 那附丹甲又附附甲 还有淑地丹甲、淑地附甲 真地丹甲、真地附甲 所以这一个情形呢 那吉大老师把它分析的 变成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复杂 所以是把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这些更为繁杂、更为细密 这些更为细密 所以这里有一个 他就丹附中甲 丹、丹甲、丹中、附甲、附中 这些内容包括淑密的这些呢 都是属于式中的附甲中 附甲中 本质上又丹甲义相关 那以此相似的分析还有枢密、横数等 所以这里才讲到说 有丹、乎、淑密、横数等 一如终甲、义说 等纪如终甲、义说 如说有为丹甲、亏有为丹中 那这里就没有无了 那会有就是 就是已经两个都死了 所以无意义耳 有无为乎甲 那这个就是我 刚刚我们这一个最后这一段 挥有为武为乎中 有无为书甲 有无为书甲 挥有挥武为书中 不有有为书甲 不有有为书甲 有不有为书中 书即是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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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即是数 即是数 即使丹户书密横数 是方法上相似的 只是从更广幻的角度 来阐明中道之理 更加说明实相的不可说性 不可说又说了这么多 那这个是吉档大师 他都以这个中甲义上的这个说明 所以基督中甲义说里面 更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因为在这里就没 这边是没有 有提到 其实在有些地方呢 他会自问自答 就是为什么要 又要分这些的什么 什么丹户中 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 丹户书密横数的这些 这些为什么要分的这么多 这么雜 那他的回答就是说 为了要解释经论 为了解释经论 那因为经论里面 他有这种绝百慧 还有这种对峙法 所以立丹户中甲书密横数这些呢 主要目的是要解释经论 解释经论 也有提出说 就像说刚刚的 刚刚的这一个 这一个 这种苦乐 就是涅槃的这个苦乐 那 就是谈到这个苦乐 苦乐的话是属于虚的 那是为了要去对峙 所以讲到不苦不乐 讲到不苦不乐 还有谈到虚实的话呢 就讲的这些 那就用死不死的这个来对峙 所以有些用书呢 来对峙 有些用密来对峙 那这个只是为了要对峙而已 那在那个日本所做的 所做的三轮嫌疑的检幼集里面 他有提到说 他有提到说 这些 这种当过书密的这些呢 那个摄身 他曾经以罗史 罗史的那个讲过的一句话 他说如果不是 不知道不认识 横数书密担负义的话 那那是不解答圣经义 其实他这一句话只是要去证明说 他的这个当户是其来有志 不是他自己自己虚构的 是观中摄山 就是观后教义的这种 他所相传下来的摄山历代的这种相传的教义 那个时候就已经一直传下来的 不是他自己所舍的 不是他自己所舍的 好 那这个 这也就是 这一段 陈甲宗就是到这一个地方 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最后了 就是九十九页 就讲到 世宗不同有世宗 就是对于宗的这种警示方面呢 有世宗 世家的不同说法 那第一个是外道民宗 第二是毗坦民宗 第三个是诚实民宗 世是大善民宗 其实他这个是不是也是在扑斥那个 他们对于外道的 就是对于那个 对于宗的那个看法 他也是在扑斥这一个 所以第一个是外道民宗 第二个是毗坦民宗 第三个是诚实民宗 第四是大圣人民宗 大圣人民宗 那 好 外道说中的 身屈人 也泥团 歸平 歸歸平 其实是中意 这是 他在外道说中的这一个 外道说中的这一个 他又分为三个 这是有三家 有三家 那一个是身屈人 就是泥团歸平 歸歸平 即是中意 那第二個是魏氏詩隱 魏氏詩隱 深不明大不明小 第三個是勒沙婆隱 光輝暗為明 此之三是併你兩輝為中 而魏之所以為中隱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外道 從一個外道明宗裡面 那這個外道明宗所談的就是當時印度的 是龍六師外道的幾家的中說法 他們對以宗的認識方面 那一個就是屬於深學派的 是屬於素論師的 素論師 那他所說的是對以宗的認識 就是這裡所講的女團 女團會批評 其實是宗義 那他的意思說女團可說不是貧 所以說批評 可是那個女團也可以說 女團是可以制成貧的 那離了你之後沒有這個貧 所以他說批評 因為女團可說他不是貧 因為他是女團 可是女團他可以做成貧 所以一個是不是貧 一個是貧 貧貧 不是不是貧 那就是貧嗎 那因為他可以做成貧 所以前面我講的女團不是貧 那最後呢 離了那個女團又沒有這個貧 所以那個女是因 那貧是果 所以也果 可是也不能說女團 不能說女團不是貧 所以說灰灰貧 所以以這樣來講的話 他這個是屬於宗 可是我們可以談到 女團他不一定要做貧 他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所以女團並不是貧 那這是那個第一個所談的 那第二個是衛士 第二個是衛士師的話 這是屬於當時的這個聖論 聖論結派的 那如果想要更了解的話 就是在這本詩 藝的這本書裡面 他有解釋 那個就是有第一個人的聖學等 聖學等 他是屬於術的 印度的那個六派哲學等 其中的一個 那他的那個創始人是賈比羅 認為世界是有 是有選我在內的二十五帝所組成的 那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的 那這個 如果說想要更認識的話 在那個百論的破空瓶裡面 就有引出 尼團揮平 揮揮平 尼團揮平 那幾張道士的百論術裡面 百論術裡面有破空瓶 百論的術裡面破空瓶解釋 尼團揮平 揮揮平是 尼形一瓶形 物曰揮平 尼團一瓶形 尼的形狀跟瓶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是瓶 那可是瓶的體的話呢 那幾張瓶所組成的這個 他的質的話呢 是屬於尼 所以揮揮平 那這是在書裡面的 在這裡所講的是 尼團的形狀跟瓶的一種是不同的 所以是尼團揮平 而製成之後呢 尼團跟瓶是同體 是相同的 並為一體 所以不能說尼團不是瓶 所以尼團揮為平 那是在百論的破空瓶裡面 百論術的破空瓶對於這句話的一個解釋 那衛士師的話呢 是屬於聖論派 聖論派也是印度的六派者寫 那他是用就是他們的主動是 以六具一來分析整個世界的諸話 那一樣這一 他說這個生的這一句話 也是一樣出自在百論的破空瓶裡面 生不明大不明小 或是生不明大不明小 那這個生在百論的那個破空瓶裡面講 而是生不明大或是不明小 那這是衛士師所提出來的 那百論書裡面 他破這個破空瓶裡面的解釋 如中比雷不明為大 那比慶不明為小 所以他是用這種契機來比 用中生去比雷生的話呢 他就不可以說他是大生 那如果是跟親來比的話呢 他也他就不可以說他 他就不說他是小的 所以大小呢 他這裡所講跟契機有關 跟契機有關 那其實另外一個就是說 聲音被所講的聲音不大 聲音不明大不明小 他也不是大聲不是大那也不是小 這是聲音他本身沒有這種自信的情形 他的這種聲音是依靠萬善的 還有距離種種的 比如說你聲音發出來的話 同樣一個聲音 所以我們說這個聲音不是大不是小 聲音不是大不是雅是中 那如果是眼的話呢 那你聽的聲音就小了 那你靜的話呢 聽的聲音就大的 所以聲音呢 其實他沒有大沒有小 那隨著剛剛說 那個郭光明裡面講的 那個白色素人的解釋是中筆雷 隨著那個大的奇跡來說的話 他就是大 隨著小的奇跡就小 就像說中比較大的話聲音就大 那琴比較小的話呢 聲音就小 所以本身是沒有大小的情形 可是這個如果以靜帶來講的 以這種氣跡中跟那個琴來講的話 那也未必 因為我們現在製作的那個過程當中 如果製作的不是好 而且你在打的時候 發出的聲音 你打的技巧各方面的話 那不一定是大的東西就大聲 小的東西就小聲喔 這個就不一定 可是眼鏡的話我們就可以了解的 眼鏡是了解的 所以這種聲音本身是沒有大小的 那另外第三個的話是勒莎婆 就是奇那教的創始人 他是屬於那個 他稱為的勒莎婆提婆 奇那教的其中的這種創始人 那他是屬於是霓前駝 霓前陀菩提駝的 那是 對 就是奇那教把他稱為的大小 大雄 他說 他所提出來的 是光灰暗 灰明 灰明灰暗 為中大 為中大 那破光明的解釋你的情形 就是光灰明灰暗 就是光本身並沒有這個明暗的情形 那他這裡擠出來的話 然後去比月光 用日用月還有用星星的這種情形來比 比 來比 那比如說 所講的光呢 沒有明亮 他本身也不是明 也不是暗 不是明不是暗 是一個中道 是一個中道 那比如說用月光來比的話 月光跟太陽光跟日光來比的話 那月光就沒有辦法比太陽亮了 所以以灰明 那跟星星來比的話 他又比星星 星陰亮 所以就是灰暗 那這是用那個 就是以日夜還有星辰來比 那另外一個情形的話 我們剛剛講說用眼鏡來比的話 那比如說眼鏡車射來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看守 也沒有辦法變霧 所以這是灰明 灰明 那可是如果比較近一點的話 那你就能夠看得見 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又不是暗 光跟你暗又不一樣 所以這三個就是殊論、善論 就在身軀、衛士、勒沙伯 這三個他們所論的這種中道方面 都是以雙規為作 就是不對的是中道 而不知道真正中道的意義 我不知道中道的這種真正意義 所以為之所以為中有 就以兩規為中道、雙規為中道 而為之所以為中 為之所以為中 好這些屬於壞道的中 第二個的話呢 第二個的話呢 是皮壇喔 二是皮壇 那皮壇人的解釋 皮壇解釋中的話呢 有這裡所講說 皮壇事中有事有理 事中者不漏道網不在邊地 為不在意界即揮響 理中者為苦即知理 不斷不常演 誠實人民中道者 誠實人民中道者 論文直言 理有理無 明勝中道 而論詩影 這裡的這個論詩指的是誠實論喔 中道有三 一是地中道 二真地中道 三歸真歸屬中道 他講歸屬中道 好 那他雖然是以世種來講 就是說外道還有皮壇人 還有陳詩 還有一個是小聖 其實這些皮壇人跟陳詩呢 是把它化歸在小聖人的民中的這個道理來談的部分 先看皮壇人士中 他所講的是有士跟理 士理是一個相對的 那士是什麼 那理是什麼 單單談士跟理來談的話呢 那士的話呢 就是屬於英年合合的這一種 就是有維華的情形呢 這是屬於士 也是我們所講的屬立 屬立 那真地的這個理的部分呢 就是屬於真地 一個是屬立一個是真地 那理的話呢 是就是說 會英年合合的無維華稱為理 在這裡有解釋 所以皮壇的這個世宗 他提世宗者 他說無露大王不在編地 為不在異界揮集揮想 所以他說他的編地呢 是什麼 這不在編地 所以編地指的是異界跟揮想揮想的這個儀式 不在編地 不在異界跟揮想 那為什麼他把它 把這兩個說成編地 因為我們所想到說 不生編地 那編地是什麼 就是說沒有國法的地方 那這裡所講的這一個異界眾生呢 因為煩惱著 煩惱眾 所以夜上眾 所以這裡有前面所講的 無露的這個智慧呢 是不記住的 不記住的 是屬於有露的 那揮揮想天呢 揮揮想天 是外道所修的這個 就是我們講到說揮揮想是最 無色界的最高的部分 那其實道的揮揮想 我覺得我們修淨土人都常知道說 即使道的揮揮想不如希望回去了 那所以道的揮揮想天去的話呢 那也是屬於有露 有露的 那他的無露就是煩惱還是沒有進 所以無露不在 無露大煌 那這個無露 無露的這個大煌 就是我們所講的這個 那個無露的這個聚會呢 那這個環繞已經清靜了 所以是無露 這是能夠超出三界的 所以稱無露大王 所以已經是沒有環繞的這種情形之效 那你沒有環繞呢 那不在邊地是在哪裡 所以不在邊地的話 就是不在異界跟揮揮想這兩個地方 那不在哪裡 那這裡只有講到異界跟揮揮想 所以異界跟不色界 所以如果從這裡來推測的話 就是在色界 為什麼在色界 為什麼在色界 因為我們想到說 如果就是有一個五進雞天 三國正的三國以上的聖者的話 那他是所居住的地方 這是五進雞天 這是三國聖人所居的色界 色界我們講到說一階六天 一天六天 五色界四天 三界共二十八天 那這四天 所以色界呢 十八天裡面有五進雞天 那這是三國聖人所居住的地方 是屬於無露的 是屬於無露的 所以這是從四項上來講 從四來講的 這是屬於四的部分 他說有四有禮 那四的話是無露道 不在邊禮 不在異界就會微笑 那禮的話呢 談到禮的話 是四地中的苦跟極的這個道理 那我們談到那個四地 它有出世間英國跟世間的英國 苦跟極是世間的英國 那滅道是出世間的英國 是屬於修根證的 苦極的話是煩惱 這是極是招集性的 這是屬於招集煩惱的原因之後 你要去受苦 所以它是屬於世間的一個因跟果 果是由前面的這個環好生除這個苦 所以要去受這個苦 那這個英國的這個道理呢 道理呢 那是相續 是不斷的 就是它是 就是說這個如果能夠了解之後呢 那你把英滅了之後 不讓這個英存在 那果呢 它就不會生出來 所以這一個 一個就是 英滅了 所以是不常 它是不存在的 果呢相續 果不會去相續 或者果相續的話 它是屬於不斷的 所以不斷不常是屬於中道 所以這個是屬於在從世理的苦極 所以它這裡講到 苦極之理不斷不常是理的中 英滅的話呢 英的話是環擾 那英就是英滅的環擾都不存在 所以不常 那這個果呢 是由英而來的 那果前面所講的 果呢 果是相續的 所以它是不斷的 所以不斷不常就是屬於中道 所以是這個理的部分是 由那個世理的苦極的這個道理 來瞭解中道 這是屬於理的部分 那這個是皮壇人他們所瞭解的中道 他們所瞭解的 那誠實的 誠實的 誠實人 誠實人 明中道 誠實人明中道的話 它有三種 世理中道 真地中道 還有惡地和明灰真灰屬中道 灰真灰屬的中道 那這一段 在我們的書裡面 它有提到 你可以看268頁裡面 它是引出中論術所引誠實詩的一段話 就是誠實論他們的 就是他們有這種三種中道 但是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必須也要了解到說 其實三論呢 他們也有這個三種中道 可是因為對於這個大小聖教理的這種 群生認識的這種不同 體會的不同 所以雖然是同時有這樣子的一個 兩家座的中道的意義就有所不同了 就有所不同 那這個就是從大聖旋論裡面 也有談到這裡 這裡三種中道 還有中文術裡面也有談到 甚至當中都一直在 拖斥誠實的這種所主張的這種中道 那這是四敵中道還有真地中道 二敵人明中道 那這是誠實論所談的 那誠實論所談的這種中道的 好 這點是中道 就是誠實論 誠實思 誠實的明中道者論文之言 誠實論 就是誠實論所講的 在誠實論裡面 就是誠實論 明中道者論文之言 就是誠詩論 他們的那個他們的那個論點 誠詩論講到會有歸骨 是神聖的這種道理 所以他就這樣 所以理有禮骨 就是會有歸骨的 這是會聖中道 明為聖中道 就是聖聖的這種正道 是真理的這種中道 這是誠詩論詩所知道 所以後面才講到誠論詩 以中道友善 一是立中道 二 真理中道 三 是會真會俗中道 會真會俗中道 這是誠詩論他們的 對於中道的這三種看法 這三種看法 那就是那個 三論 三論中的這種 這種三種 三種的這種 一樣是這種道理的話 就是從聖詩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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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講到 對 聖詩詩他有提到 因為他就是在他的書裡面講到說 他提出了這三個中道 這是可以引出中論 中論書記裡面 中論書裡面提到的 他說 三前提出有三種中道說法 即勢力中道 正力中道 即惡力和平中道 後來即勢大師 他不只即勢大師 還有那個華朗 他也提出了 天提出了這三種 三種中道的道理 所以他是以 真龍大聖的無所得的這個道理來 然後用八部的道理來談這個三種中道 可是生前的這種三種中道 到後來即勢大師的這種三種中道 其實他們的道理 他們的意義認知方面 也已經有一些的不同了 已經有一些不同 因為生前對三種中道的這個道理是以生命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正力中道和 就是和惡力和平中道 就是以生命和為勢力中道 不生不滅呢 為真力的中道 那生命跟不生命 為惡力和平中道 所以他們在這個當中呢 其實是一個是相 就是這個聖略所講的 是屬於相待的這個假名方面的 相待的假名方面 所以聖略他所強調的是以波羅斯想體系為主的 為主的 所以是屬於真正的這種波羅斯想 可是到了那個 就是到後來的情形呢 就有所不同 那這個當中 這等下我們下一段也會談到 也會談到 尤其是到那個 極上大師之後呢 他的思想呢 就已經又有華華的這些 華華跟涅槃的這些思想呢 那所有不同 所以聖略的這種 這個前面這裡所講的山論的這個 傳至羅史良家皆民的 這個山論的思想方面呢 那是屬於官合的舊說 那極大大師之後又有所不同了 這是屬於小聖人民宗的批壇 跟誠實人對於宗的理解 那最後一個是大聖民宗 那在最後一行 就是九月的第四 最後一行第四 大聖人民宗則如涉大聖論師明揮暗立定 不著身時不住涅槃 民之為宗 異本者以不住為體宗 此事何門以體宗開為兩用 為真屬此事用宗即是開門 又宗假師隱揮有揮舞為宗 而有而無為假 而有無假 就是 就是另外有一個情形 然後現在換句話來講 又宗假師揮有為舞 那從三論裡面剛才已經提到說 生前的這種三地跟極大大師的這個三地 他們的這個思想已經有所不同 只是這裡要提出一個宗假宗 那是不是這個之後他們的宗假宗的這個思想 這個就是這個三地的這個思想 又不見之又有所不同的 所以又宗假師 又宗假師隱揮有揮舞 所以這裡來講大聖民宗的話呢 那他所提的是奢大聖論 就是一百頁的第一行裡面 如奢大聖論裡面 然後第二個又有宗假師 宗假師 那這個宗假師指的是 全三論裡面的中假師 因為三論一直在談這個 好 那我們看這一個奢大聖論 這個是從真意之後的奢大聖論 遺出奢大聖論之後 那一直在研究這個奢大聖 這是奢大聖論的這一個 研究奢大聖論的這些人就稱為奢大聖師 大概是在南北也是一樣南北草木的時候 那是屬於研究奢大聖論 的這一派 那奢大聖論的話呢 可以說它是屬於 唯師思想體系的 那奢大聖論師他明宗的話 就是他舉了一個徽安立帝 就明徽安立帝 不著身使不住涅槃 明之為宗 在大聖論的建議裡面有一段 他說聖論書稱三無性為規安立帝 三無性 那三無性的話呢 一個是相無性 一個是身無性 一個是聖義無性 這是都是屬於為師的思想 那這裡簡單講這個奢大聖論師 簡單講奢大聖論師 他是以徽安立帝的無助捏盤為中道 他的思想是這一個 那就是這個三無性 剛剛提到說大聖賢論題裡面 他講到說 社論師稱三無性為規安立帝 規安立帝 其實那個三論認為說三無性 它不是中道的意思 那在社論裡面呢 剛剛提到說相無性 還有聖無性 還有聖義無性 那就是說社論裡面呢 他是以片際所執的 這是我們所講的 第六意識 第七意識 還有第八意識 那依這個片際所執性呢 他是立相無性 那第七意識的這個依他所起的 因為第七意識必須依靠他人所起的 是屬於生無性 言成實性呢 是我們講的第八意識 所以他依言成實性立生意無性 所以這個三無性呢 三無性呢 就是他講規安立帝 以規安立帝 那因為社論詩裡面講說 三無性為規安立帝 安立帝 所以三無性規安立帝 無助捏盤 那以這個三無性規安立帝 無所住為中道 那這是社論詩所談的 那是 所以簡單講是 就是依為識來解這個中道 來解這個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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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為識所主張的是 是有 敬無 沒有外敬 只有內心有的 所以說 內 就是內心的這個認知 所以不是 他也不是有的 那都無外敬故 恢有 恢有恢無 是為識所講的 這是為識所講的中道 為識所講的這個中道 那 他說不住捏盤 明之為中 那異本 異本這兩個字呢 就是 他說以無助為體 此事和門 以體中開二用 未真屬 此事用中 此事開門 那這個異本呢 就是三論中 異本 以無助為本 那這個是 三論中的 他們所主張的 換句話講 這個異本 是三論中的這個本意 或者是三論中 他們自述的這個中 中道的異理 以無助為體中 那無助 無助的這一個呢 是出自在 唯磨 唯磨吉金的這個 觀眾生品裡面 有一句話叫做 從無助本 立一切化 立無助本 立一切化 那這個可以看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教室本 就是注視本的那個268頁裡面 他有提到無助 無助這一個 還有那個 異本 因為他在這裡提到的是 是 的異本是 叫我們去看 參見 為某吉金 觀眾生品 從無助本 立一切化 那以不執著 以有無 以不執著 以 有 無的 絕百回 為根本 成立一切事物 稱為異本 所以這裡的異本 以這一本書的 這個 那個解釋 它是 從 從 唯磨吉金的這個無助本 立一切化裡面 然後去解釋這個異本 這是我現在所講的 是三論中的這個本意 因為 經中 就是 就是這一本的這一句話裡面 是從這裡來的 那因為三論中 他們對威磨吉金也是蠻重視的 所以就把它解釋說 這是本中自述的中意 所以經中意本 以無助為體中 以體中開為惡用 這是所謂的這個真諦跟真屬惡諦 真屬的惡諦 那在大三弦論的卷音裡面 他有提到說 不爭不俗是忠道 一名無所有 一名為無助 所以他們對於 就是三論中的 對於無助的這一句話來講的話呢 就是屬於忠道 所以這是體中的部分所開出來 因為前面已經是開 講到說 以無助體中 以無助為體中 就是開出為惡用 以體中開為惡用 即真屬惡諦 即真屬惡諦 所以忠道呢 是無所有是無助的 可是他講出來之後呢 他要去用體用 就是體中開為惡用的話呢 那就是屬於真屬惡諦 真屬惡諦 就是剛剛我們之前就講到 在那個惡諦的時候 講到真諦跟淑諦的 真諦跟淑諦 那這兩種惡諦的話呢 那種為三宗 就是跟前面所寫正章所說的 是沒有不同的 沒有不同的 那就是在談到這個 真屬此時用忠 這是屬於開的部分 開出來的部分 那後面 又中甲施淫 揮有揮無為中 而有無為甲 有無為甲 那剛剛所提的 就是他們譯本裡面 無助為體中 那這是 這是把它全部都合起來的 那在這個體中的這個當中呢 其實無助是沒有辦法用語言 可是為了要去了解 為了要講要教話 所以又開為兩用 那這個兩用的話呢 那就是屬於真屬惡諦 真屬惡諦的這個 兩地 好那 中甲施這一句話呢 它是可以說是從 對於這種 中道的這種認識方面呢 那又沒有 又有所不同 其實這個可以是要談到的是 從奢山的生權 生權之後 那 可是這一個中甲施的這個三論中的另外一個所主張的 其實他們是很短時間就沒有了 那從奢山生權 它開始談的話呢 那奢山生權呢 它是 剛已經講的 是非常 它是強調中論 是以波羅金的這種思想的核心 記得以前跟他在講這個三論的那個 那個 崗要的時候 曾經有提到說 生權呢 所以他在我們只要讀 只要讀三論跟波羅金就 夠了 就夠了 那 就是說他們以波羅金為主的 那 因為那時候那個捏盤也開始新生 所以有些人一直要講說 是不是能講一下那個波羅金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 那個那個 經論方面的 可是生權呢 生權呢 它是非常注重 對 中論跟還有那個 就是他很注重那個中論方面 就是這樣 他強調中路在波羅思想體制中的 是一個核心的 的一個 一個地位 那 所以他是把這一個中論 他在文說只要以大波羅 為主 不需要重視 捏盤金 所以只要讀龍術的作品 中論百論 十二論 百論 乃至到大制度論這個世論 那還再加上大平波羅 只要讀這個就夠了 不需要講其他 所以他基督在十二三的時候呢 他是 不講其他的 他不講其他 那後來的那個生狼呢 也是一樣 就是華郎 也是一樣 都不講 所以基督在身上的這種 他們的就是以這種 大制度論 所以剛剛已經講到說 到了極章之後呢 他捏盤也 也講了 也說了 那又有華華的這些思想 所以他思想跟這邊的 又有 就是生狀的這些又有所不同 又有所不同 那這個生狀呢 他有四個徒弟 那其中的一個就是 那個華郎 華郎 那華郎之後又傳給那個 吉掌大師 吉掌大師 這樣一派的下來 那在於生狀呢 他有四個弟子 非常出名 那這個應該 我之前有講的時候 曾經有講過 講到那個 那個 山門的這個體系的 傳染的體系的時候呢 曾經有講過 就是生狀的盟下有四個人呢 那四個人其實有他們 各自的 的那個不同的說 就是 就是他這四個人是會部宣辨 還有會勇 還有清房 那這個如果說 舉出他們的特點 其實 其實會部呢 一直居住在西峽市 南京的西峽市 西峽山的西峽部 所以他的 他就是 就是把這四個 他的生權的這四個弟子呢 各位就用他的特色來講的話 那個新旺 新旺就是 有一句話叫做 新旺夫婦郎 所以新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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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郎法師 他的那個講述方面 這個 就調伍一切的 那七峽部 就是他 因為七峽 七峽市 這個惠部 他 他有講說的 還有他的那個禪 修禪 後來他這個那個惠部 就是轉到禪門去了 就是修禪 以修禪為主 所以七峽得益部 那玄辯呢 一直是居住在 禪干市 所以就稱為禪干領悟辯 這是玄辯 那另外一個居住在禪仲市的惠勇 叫禪仲文章勇 所以他各有他的 他的這種 的 他有各的各有他的這個思想 那剛剛提到說 生權他的這個三種的 的道理 就是揮有揮舞的這些 還有說有說五是有假明 就是說他主張的這個中道方面 揮有揮舞是中道 那說有說五是假明 所以中道只有一個 那這本來是 是那個生權他所立的 可是後來這四個人 就是華郎 惠步 玄辯還有惠勇 他們這四個人 對於 其 那個他師父的那個生權 所講的這個 這一個中道還有假明 他們所理解的不同 所以他們講說就有所不同 他們就有所不同 那其中兩個就是玄辯跟惠勇 他們他們就執著說揮有揮舞為中 而有而五是假 而有這一個是假 那所以他就被新皇門下的人 稱為中假師 稱為中假師 所以是屬於這一個 中假師指的是這兩個人之後的 對於這兩個人為主 對 對 那 新皇 華郎還有吉祥 吉祥他們認為說 以揮有揮舞為中 說有所謂為假 但也不能定職 因當是中假互通 中道也是假明 惡帝假明也是中道 是屬於援隆的中假的說法 可是那個 那個玄辯跟惠勇呢 惠勇 就是他們是一直執著說 揮有揮舞是中 有舞是假 他們不願去 去談論是有 有這種援隆的中假 有 那這個在中論述裡面 其實是有談論道 中論述有談論道說 以有不自有 故有是假有 即使假有遠離惡邊 故稱中道 就是在中論述 就是那個吉祥拉斯的中論述裡面 的見識裡面 他有提到這一個 他們的主張方面的 當然後面還有 因為他有提到說 以是假明以是中道 就是亦是假明 亦是中道義 也是假明也是中道的亦是 可是在這個地方他要問 摄山大師 因何揮有揮舞為中道 而有無為則假明 就是說 生前他所主當時揮有揮舞是中道 那有無兩個是假明 所以他說集體稱為中 用是假 因何怎麼會有所別 所以只是從這個地方 開始一個體用 所以稱體為中 那用是假 以體為中 用是假 所以說有所不同 那有所不同 所以其實在中論述裡面 他也有問到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的 他說論文就是這樣子 所以要去用 那所謂的論文 這是中論述裡面所提出來的 那為什麼論文是這樣子 他所主張的這個論是這樣 所以用這個地方 他說這個是中論的四地平裡面 就是一年所生華 我說其是空 一名為假明 一名中道義 所以從這一個 他就來講到說 其實他是可以的 二地假明也是中道 二地假明是這樣 就是從這一個 四地平的 中一年所生華 我說其是空 一名為假明 一名中道義 所以假明跟中道呢 跟中呢 是圓融的 是圓融的 那因為以遠離 遠離這個真 就是空無 空無跟假有的這個兩邊的話 才名為中道 可是為了中生 中道能夠 為了要眾生能夠理解 所以用假明去說 那中道是體 他是體性 本不可說 可是為了要了解 所以假明去說 所以也不可以說他是無 也不可以說他是有 只是在 在體上說 說 不可以說他是有無 在用上呢 在用的方面呢 那就有這個假物 所以是假說的 所以以揮有揮有揮無為假 那只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這是一種的說法 所以說 以來講到這種 這種 剛剛所講的這種三中 就是四立中道 四立中道 四立中道這三個的情形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的這個三個中道 四立中道還有一個真理中道 還有一個就是二立和平中道的會成會屬的這個中道的話 那是屬於中甲 即中即甲 是可以通的 是可以通 所以欣煌跟家常幾丈他們是談中甲的話呢 不執著在中甲 它是兩個都是可以言農 是通用的 通用的 那執著揮空揮有的這個的情形呢 那 這個是屬於中甲式 是屬於中甲式 所以後面所講的中甲式揮有揮無為中 而有而無為假明 那其實就是說它的源頭還是屬於從生權而來的四立的道理是相同的 只是後來他所開出的那個大陸所主張的事項所用的方面 解說他們又有所不同 所以就分出來 那把這一個會永會還有極變的 宣變的這種他們的這種主張 他們認為就稱為中甲式 所以好像三輪中又分出一個派別 其實他這個書裡面是說這一個並沒有傳很久 那跟那個像這些道理 其實自家中的這個思想呢 還是都會有所分辨 像天台的話也是一樣 因為像天台的那個思想呢 到了宋代之後呢 他又分為三家跟 就是三家思想 就三內跟三外的這種思想有所不同 好 那我們三論嫌疑的這一本書呢 那到今天呢我就把它做一個結束的 那時間也蠻長的一段時間 那其實有些地方是講的比較詳細 有些地方講的可能就是有點帶過裂過裂過 那慢慢的慢慢的 那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再跟大家討論這方面的 那其實在我們的這些思想上呢 那如果對於這種 就是空甲中的這個道理 也就是真地 俗地的這個道理 真的能夠深入的話 其實在對我們的修行上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真的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只是這些呢 那其實真的是要放到我們自己的內心裡面去用 那因為我講所講的這個道理 像我自己之前 就是好幾個禮拜前已經跟大家講到 我們知道說這些都是屬於系論話 那我們都知道是空患的是變化的是空有的 是假有的 可是真正的是不是有用到這場上去 那就不一定喔 那就不一定 那剛剛提到那個有那個單甲這些的話 還有副甲副裝的這些 現在在這裡我就沒有提出來 因為這是大聖弦論裡面 他在解 因為大聖弦論裡面呢 他也有二地義的思想 那他二地義裡面呢 他也分十門在解釋二地義 那其中第五個 他在論二地義的時候呢 就講到一個 所以他什麼是單甲 這個就很了解 他說先正論單負中甲義 只有單中單甲 負中負甲 偏說一甲有 這甲有不說無是單甲 偏說一甲無不說有也是單甲 就是只有單單說有跟無 那所以這裡說偏說 會有就是單中 會無也是單中 那說會有會無就是屬於負的 負中的說會有會無 那其實他這裡呢 有提到說為什麼要這樣子的婚 所以是其所以就是還有惡意 一者為利根能說單甲 為利根能說單甲 為頓根能說負甲 那我們到底是頓根還是利根 那這一個也是一樣是二地義裡面 他談那個賴論有無的時候 這是第四 也是二地義裡面的這種 就是大聖弦論的那個二地義裡面 談到的第四 在論有無的時候 他有講到疏密的這個地方 言苦若無我是疏對字 言死不死 就是死跟不死是虛的 眾生會眾生 安會安等 就是用密來對字 所以這裡大聖弦論裡面 有提到這一些的 那另外一個大聖弦論的第 劍二裡面 他就談到樹跟眾 樹跟眾 剛剛這個樹呢 都打不出來 都打不出來 那這一次呢 因為 因為 對 講到這個地方 所以整個就是把那一個地方 那個有確弱的地方 全部都把它補上去了 全部都補上去 所以這個第二劍裡面呢 他是論八部的義理的時候呢 他有六門 那第一個在變八部的大義的時候呢 就談到說樹 就是樹跟橫的這個問題 所以那樹是眾 眾之是生 今之生之 所以才會講到說樹 是屬於 比較深一點的 這當務樹密 橫樹 樹的話是橫 密的話是樹 那橫論的話呢 是樹 那密 橫的話是樹 是單 那 那 樹的話 是森 是密 所以他說 森只是生 今之生之 今之生處 今之生處 如延輝不 無等 一乎不移 無等 今之生處 那橫通諸論 橫指是廣闊之稱 譯為對字 要必 如有無相 至的 那西式橫論 這個就是在大聖弦論 就談到這一個 丹戶 枢密橫術的這一個 以中甲義的 就是 中甲義的這個說法 就是在這裡面 有提出來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到 這個地方為止 好 來 我們先 回下 來 願意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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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